编习时数怎么统计 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 先把游标先放在序折1 就是第一个总表里面 那我要统计的有序折2序折3 所以你可能要分两次做 第一次先统计入门的 第二次再统计进阶 那怎么做? 先把游标放在C2 2的话插入什么呢? 插入函数 那一般习惯我会 除了从类别里面找函数之外 我会从最近使用过的函数 因为刚刚有用过 所以你可以什么? sumif就好了 最近使用过的 点一下按确定 sumif 那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range指的就是说 你要比对的那个资料 范围在哪里 那我要比对的范围在续折2里面的什么? 这个 李世远 道无方语 因为这个是我要找的 我要去哪边找 ok 第二个quiteal是什么? 你要找什么? 找哪个老师? 找王庆路 所以有没有 第一个是去哪边找资料 第二个是找哪个老师的资料 第三个是 如果那个老师有参加的话 那你要把哪些 时数加中起来 所以sum range的话 再切到这个suit2里面 把研习时数全部选取起来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就是 再切回到中间 他又切回来了 这个 这个 第一个 跟第三个 一定是去哪边? 去续折2里面找 那中间这个是找王庆路 也就是说 王庆路呢 在这个范围里面找到的话 帮我把第三个给加中起来 ok 大概逻辑是这样 那你可以透过一个技巧 游标可以切过来 也可以切到中间 如果你切到中间 他会帮你切回来 所以以中间为 算是什么 算是出发 那你可以切过来 切过去 他会自动帮你切页 ok 那最后的话记得 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请你把什么呢 b3 到b16 这个范围选起来 那其实3跟16 前面都要加一个钱的符号 要锁起来 不然的话你等一下 他那个范围会跑掉 一般是什么 不过我的习惯是 选取b3到b16 按f4 按两下 按一下是蓝列都锁 按两下是只有锁列 c3到c16 按f4 两下 f4 f4是做什么 就是帮你自动加这个钱的符号 okf4 那按一下是蓝跟列都锁 那这一题的话呢 其实只要锁列就可以了 因为向下填满 按确定 好 他帮我算出来了 那就是只有入门 那进阶怎么办 其实进阶的话 其实可以不用重做 你可以把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 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呢 先多一个加号 加上贴到后面 那修改什么呢 诶 特别注意哦 序的3 特别注意哦 我最后一个是叫序的3 因为之前有同学忘了改序的3 所以他写跟我一样 可是执行出不来 为什么 因为你工作表名称跟我不一样 最后一个叫序的3 所以一 修改什么呢 后面的工作表名称 二的话呢 范围怎么样 把b16改多少 因为两个老师 头跟尾 差两个嘛 所以 减掉2 14 一样去找b2 序的3 所以把那个序的2 改序的3 然后 只要看到16的话 都改成14就可以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第三个工作表 只要把前面的公式 复制之后 按个加号 贴上之后 改序的3 减2 序的3 减2 OK 这样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 大功告成 打勾 看一下 然后向下填满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全部都计算完毕了 理论上应该 未来如果说 你还有第三个工作表 第四个工作表 其实就类似啦 不过好像越加越多 不过至少 比人工来处理会好很多 因为 因为是 一次要帮你判断的 不是你是用眼睛看的 用眼睛看 哇不得了 OK 那做好 做好之后 还有一件事 如何保护什么 公式 公式 如果我不希望让人家知道 要怎么样让他保护起来 一 第二个不能串改 那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 记得呢 一 先全选这个工作表 就是按一下哪一个呢 按一下那个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 这个 好 这个是全选工作表 一 二的话呢 请你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储存格式里面 记得哦 切到他从数值 切到最右边有个保护 对 请你把这个保护怎么样 切过来 然后呢 请你把什么 原来有锁定 上面有一个黑点 对 把它点掉 把它变成什么 通通没有 保护怎么样 通通没有 那你想说 为什么要全部点掉 因为 我现在 先把所有的锁定 跟保护 通通拿掉 那待会的话 我只要保护 跟隐藏 只有一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就是我们现在 沿袭总时数 所以这些 记得先把它取消 那我只要保护这个范围 所以再做一次 选这个范围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把你刚刚的保护隐藏 两个打勾 不过特别注意 刚刚是全部取消 只有这个范围 会被怎么样 会被锁定 锁定是保护 就是不能串改 隐藏是隐藏公式 所以只有这个范围 其他范围都还是造就 不会影响 会影响的只有 这一个范围 OK 特别注意 所以流程的话 请记得先取消 针对这个范围 锁定跟隐藏 按确定 再来做什么呢 还没有 这样没有做完 这样只是告诉他说 我要保护跟隐藏的范围 如果你要真的保护 真的隐藏 请你再切到教越 教越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个叫什么 保护工作表 教越 保护工作表 记得喔 从这边按下去 记得一定要输入密码 因为如果没输入密码 怎么样 下一次 其实要是我的话 我一定会点一下 教越里面 把它取消 那取消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加密码 那我一下就取消掉了 完全不吹灰之力 就破解了 那如果你加了密码 那对方一定要知道密码 才能够去显示出来 所以呢 如果加密码 不过特别注意啊 那个密码你要设一个 你自己记得起来的 你不要一段时间忘记了 大家问我 我问我也不知道 你之前真的有同学说 老师我密码不见了怎么办呢 那我也没办法 我又不是比尔盖茲 OK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做完之后 OK 请各位看一下 有哪些变化 一 游标放在公式上面 它有没有隐藏公式呢 不见了 有没有 OK 隐藏了 第二个呢 如果说有人要篡改资料 按下输入 它会马上跳出呢 您要变更的储存格 无法变更 可是你在旁边输入 会不会可以变更 旁边完全不受影响 OK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只有针对 我刚刚的那个范围 做锁定跟做隐藏 其他范围通通没有锁定 也没有隐藏 OK 所以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吧 OK 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我们刚刚的那个 锁定隐藏 记得就是 先取消 在这个范围里面 加上锁定跟隐藏 OK 所以刚刚主要是针对 那个 教师研习时数统计表 这个地方呢 去做练习 那第一个是 先加上去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取消 取消 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要变更 再按取消 一定是要你知道密码 否则呢 假设你输入一个错误的 它会出现密码不符 有没有 如果你要是你本人的话 而且你知道密码 你就输入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公式就又恢复了 那可不可以变更呢 这个时候才可以变更 OK 那所以 这个我想工作里面 也常常会遇到 如果说 你要把资料给别人之前 你担心呢 有某部分的资料 会被篡改的话 那记得把它保护起来吧 如果说有某部分的资料里面的公式 你不想让人家知道 记得把它隐藏起来 OK 这个还蛮重要的 我想各位 我会试一下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综合练习的 教师研习实数统计 试一下这部分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后面再回到 刚刚的那个 Count函数 Count是统计 待会我们再来看这个 那待会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下课休息十分钟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个数学函数里面的Count 相关 像康义符 这门刚有三义符 但康义符 有康义符